哈嘍大家好我是大老师 喜欢我的频道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的IGFB推曲bbb 还有几次货 好在今天4月2号天天解救 存在领官方 微信官方有公告两位英尼 就是任断离任断离跟银马 好那我觉得断离跟那个剧情上面的样子 又有一点不太一样 然后哪一个剧箭 紫云派 以形象来说 我觉得没有 没有到很不适合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是这样 虽然拿一把剧箭 不过我记得紫云派 紫云派应该是术法 紫云派是术法吗 诶 紫云派周崇那边 对周崇 周崇用剑 周崇是用剑 周崇 周崇 周崇是哪个门派 空筒 周崇 周崇派有剑合理 但是这个把剑有点巨大 诶可是我觉得他 这样子应该是侠客吧 他还没有 还没有讲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传闻 任断离是狭二代武川人 不像西哥跟英雾血是出生名本正派 也不像白大人 柳纳弟子清 白大人这不是白富贵吗 然后竹岁被丢在商门 好 然后是在一个 我到混到七岁半被师尊向中 拜祿指引派 可是这个师尊不知道是谁 好 白富贵 贵 哎 是这个贵吗 哎 OK 其实多来多晚也好 因为别人都是负担 多一个人他就得多就一个人 那他照往常下山练剑碰到水堂里才溺死一个小公子 OK应该是白富贵 你看这是第一期清喘名门贵派的打扮 居然会撈枝乌龟命都不要 哦 是这个意思 白富贵 难道你翻过那个引人射水的龟 原来是一只白富贵 白富贵 他忍不住笑起来 好 感觉是暗暇侠客对不对 蛮像暗侠客的 感觉啊 好 再次银马 这个银马的那个样子超超级多 超级多 那个 眼神跟那个脸蛋都 完全不一样 攻守 看起来是兵系的哦 嗯 看起来兵系 兵系已经有那个 轻微缸了 好 银马带行的载民 请往上方明远 每个夜晚都停留停留 每个夜晚停留时都抬头望月 阴晴圆缺 越望着他们走向一处化荒成将之地 好 那我們就等之後他的那個招式啊 招式跟質疑的部分 不過目前猜我覺得斷離是暗屬性俠客 銀馬是這個冰屬性的雨勢啊 對 真的差蠻多的耶 好 應該明後天應該就公告技能了 好 那今天的情報只是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戲劇圖 好 那希望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li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拜拜